哈喽大家好,我是班达尚,欢迎收看本期打关键,关键吧,目前S1的红夫人正好,昆虫祭司,先知有差,你别说啊,这套这种打红夫人还蛮有可看点的 这套这种修的比较快,然后呢,他没有传统的那种修机卖的旧人位,打红夫人的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个先知,对不对 那先知还能多帮队友扛一刀,这边找到了先知,那就帮自己扛一刀,三刀 三刀如果说能拖个一分半,求人者这边我们待会儿看几个搏命啊,目前来看,祭司应该是个搏命,一刀先打,好的 祭司一个搏命,邮差没有,昆虫,昆虫也是搏命,两搏命,两搏命 理论上面来讲,配合着祭司连大豆腐机子的话,是有有可能的 但是啊,你这个牵制时间得牵制到一分半以后啊,目前来看的话,红夫人这边镜子逼掉鸟以后,闪现一刀袋 可能也就是一分钟出头,他这边的等鸟结束啊,想省个闪现 哎呦我去啊,玩的六啊,这一波省闪现省的确实不错啊 虽然说其实我觉得这闪现省了嘛,右处不是特别大 但是万一呢,万一这边穿个大洞什么的,你这个,不过这个牵制那个也没有太大意义啊 应该先把大洞给打了吧 通缉到是昆虫,把这冻鸟给打了,对 冻鸟打掉以后呢,确保这个先知没有二六的可能性,或者没有那个断挂的一个,那个节奏点就可以了 万一断挂了,重新抓个人,那这个局可能就是神开门战了,因为红缝人揉错率其实蛮低的现在 这个版本的话,红缝人数率很低的,这边有昆虫,幸好有闪现留下来 不过这个闪现,这个闪现呢相当于是干嘛呢,相当于抵掉了一个镜像 因为我们这还有镜像,那这样的话,这个镜像可以过去打一刀昆虫,这样昆虫或许救不了人,这局红缝人保平,镇胜,保平,镇胜 啊,舒服,打得很不错,不愧是现在国服第一红缝人 祭司要把这先知摸起来,还可能拿了三 挂上祭司半血,昆虫半血,甚至这边挂完,而且他节奏感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挂上人以后,下一个镜像CD是不是又好了 我通缉到人,通缉到这两个半血的人,我谈个镜子,这两个人死了,这局就行了 就算没有能够通缉到,但是我看到了也行,镜丝一个洞 还行吗,这个洞的话,应该是解决掉了这个镜子 相当于是技能互换,再转镜,可能也不太打不到了,因为距离已经拉开了,距离已经拉开了 这样的话,先知被卖掉,球者这边是一个三人,两残血,一满状态的残局 红夫人在这一波,只要能找到人,就先知挂飞以后,她找到人一个镜像,就像五秒钟以后镜像好 这个镜像能带走人,击倒挂上,她差不多就赢了,差不多就赢了 一点机会没给,一点机会没给,她的镜像的话我觉得用的非常的好 这个镜像和那个闪现的一个选择上面 刚才那一波,就是在昆虫挡住红夫人的时候,红夫人是有闪现,有镜像的 她选择交闪现,因为闪现就这一段,我现在不用,待会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但是这个镜像我可以外置为出去打人,就很好,非常非常的好 狗咬住啊,咬住,这边的话有镜子 这一刀吃完祭祀不过来这个人,看一下一刀 这镜子可抬 抬了以后,来,先打一个再说 这边油拆可能也走不了,我这个镜子包 好,上来,骗你下来,爪过来一刀,完美 骨掌,打得真好 真的打得好,真的打得好,完美无趣 她的镜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厉害的红夫人就感觉她的镜子一直在用 就是不断的在用 她镜子就是感觉无CD的那种感觉 就是她的一个节奏感好 每一波镜子的一个使用 中间没有镜子CD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一个 其他点位的一个操作 这的话,闪现一刀先把油拆给秒了 秋吻 秋吻也是 321,哎呦,玩油就要闪现了 哎 那也没关系,也没关系 这个机子差太多了 所以秋吻这边没有任何的翻盘点 没有任何翻盘点 抬个镜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子先抬 对吧,我先把这个镜子打了 然后我去挂人 那我中间的这个镜像中间的一个CD7真空7 就是一个在挂人的一个节奏 它中间不断的 这个是我之前在很多视频当中跟大家讲到的一点 也就是你在挂人之前 对吧,抬个镜子 然后去外面打一打 因为你在挂人的过时当中 这段时间是浪费的嘛 或者说这段时间是没有别的事情给做的嘛 这个确实不愧是国父第一红分啊 看下来 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没有任何可挑剔的点 转个镜吧 应该是跟过去 然后切到脸上 等下一个镜子 没看到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 都一样 大不了 我把这个人挂上 这两个人我没记错都是焦字棋的 这两个人没记错都是焦字棋的 等会儿他 他这边是 没有耳鸣吗 还是刚才沿边线 极限的一个耳鸣 应该红分的不会不带耳鸣吧 开局道没有留意啊 红分不带耳鸣 这也太那个傻了吧 但是这个距离我感觉差 有有有有 刚刚是极限距离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还是改参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